大家好,我們是 Double S Brothers 我是安仔 我是Andy 今天我們來到了永平的知安哥 我們來看到永平的知安哥 這裡聽講 有一个很出名的龙 超大 超大龙 他听说这个龙是在整个全亚洲里面 最长最大的一条专业香龙 哇 这样挺的吗 对 是听说啦 永平啦 这个子安哥 算是他们的地标 就是因为这条龙的关系 对 在很多佳节时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旅客 都会来到这边打卡 拍照啊 因为这边实在是太美了 对 对 这边我们买了门票 一张票是10块钱马币罢了 对 我们马上进去看看这边到底什么好玩吧 所以我们现在从龙头开始 一直去到龙尾 我从上网了解到这边哦 他们会有放24校的图 还有一个就是10店员的 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到那个 新加坡的虎报别墅 虎报别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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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有关于到24校跟那个 十店员罗的每幅图画 对 然后每幅图画 它下面都会有解释 呃 当时的故事 故事讲到这里 因为像我们龙头 一直到他的龙 上半身啊 都是在讲一些有关 古代的一些故事 然后来到我中间是吗 就开始来到我这个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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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后 nag'. 期PD 跳明 像 tweet 一脚 明镜 就是 谈的 恐惨 人 兹雷 是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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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嗎 是嗎? 他們要吃東西 你的味道 可能就不會那麼辛苦 我看到那個收繁儀了嗎? 是嗎? 我們看到一個魚翁有沒有 釣那個魚 醬汁嗎? 醬汁嗎? 應該是醬汁嗎? 鴨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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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看安仔在這邊念什麼神功 現在我們這邊可以看到18美女 西施 西施我們就走 西施是不是也? 四大美女 现在我们一个人会要去找羊 去吊蝉 我们找了两个四大美女嘛 现在我们还剩下两个 我们现在有羊一环 祭司 祭司 对 羊一环 所以我们来拍一个吊蝉 还不知道我忘记叫谁 我们来拍一个 叫你们来来拜神啊 我们来来找悲女 古代历史故事嘛 我们要study一下呢 羊红绿 极花 雕蝉 这是我原地的想法味 对对对我们以前很喜欢看山狗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认识到雕蝉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可以讲语步啊 然后宋年环祭 还有一些董卓之类的 董的人就董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董卓是董人 董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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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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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已经结束了 这个紫岸阁 还有这个东南亚最大的 转运箱 对 这个永平的这个紫岸阁啦 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的这个地标性的这个龙啊 真的是有点伤害到我 龙身里面啦 可以看到它的蛮多壁画 都是以一些壁画来讲故事这样子的 这个紫岸阁除了这些东西参观之外 就是你要一个付费10块钱啦 然后你就可以进来这边参观这些 刚才我们讲到那些龙啊 美女啊 打太极也是有啊 威鲤鱼啊 就是在10块钱里面这样子的 所以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永平的这个紫岸阁 记录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煮吧吃来 或者是开出来 祝团啊 祝团来这边 看看这个东南亚最大的龙 OK 所以我们的影片也差不多到此结束啦 所以喜欢我们这期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